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今天 摘些紫苏 紫苏叶来泡茶 这是两种不同品种的紫苏 两种不同品种的紫叶紫苏 这个是我们通常见到的紫苏 这种的叶子有点卷 吃起来味道更重 这种是卷 有点卷叶的紫苏 摘些薄荷搭配一下 秋天热喉 去壳 据说湿药效相当不错 这也是我第三天喝这个茶 感觉不错 秋天秋高 气爽比较干燥 泡些热喉的茶 来喝一下 家里没有现成的三叶 就用这个三叶茶代替 小院子种不了山树 就用三叶 三叶茶代替 我习惯用紫苏叶 我习惯用紫苏叶 代替姜 来蒸鱼去腥 简简单单又健康的紫苏叶茶 然后用苏叶 紫苏三叶 薄荷茶已经泡好 我已经喝三天了 感觉还不错 通常每到秋天喉咙就 比较干 会痒 干咳挺严重的 特别是半夜的时候 连着喝三天的感觉还不错 试试看吧 很多紫苏 紫苏 紫苏只开一个夏天 现在要把它 拔下来 拔下来 晒干冬天少用 它除了叶子可以吃 根茎布也是很好的药材 把它洗干净晒干 冬天少可以用 等它晒干后 比较容易睡 有人把它淹成粉末 以便移土虫 自己家里种植的东西 吃起来比较欢心 喜欢分享生活点滴 增长美好 瞬间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继续 在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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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继续